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效节 你们要吃无效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 第七日是盛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狱 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 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使你们得蒙悦纳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 把这捆摇一摇 摇这捆的日子 你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棉羊羔 献给耶和华为三季 铜献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 做新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铜献的奠祭要九一心四分之一 无论是饼 是烘的子粒 是心碎子 你们都不可吃 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贡物 带来的那一天才可吃 这在你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你们要在安息日的次日 献何捆为摇祭的那一日算起 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共祭五十天 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 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 加教 烤成两个摇祭的饼 当作出属之物献给耶和华 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 公牛犊一只 公棉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 这些与铜献的宿祭和奠祭 要作为番祭献给耶和华 就是作新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 两只一岁的公棉羊羔为平安祭 祭祀要把这些和初熟的麦子做的饼 一同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 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力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搁进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 今天是五旬节 在两千年前的今天 我们那位复活生天的救主耶稣基督 把他的圣灵浇灌给他的教会 而那一天开始可以算作是新约教会 在这个地上开启的日子 也是新约教会的生日 可是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这位复活生天的救主耶稣基督 要选择在五旬节这一天 把他的圣灵浇灌给教会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日子 在这一天365天 选择其他的日子浇灌圣灵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是五旬节这个节日 这个节日到底与圣灵浇灌 有什么重要的联系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想要明白耶稣 选择五旬节浇灌他的圣灵 我们就必须先回到旧约圣经当中 去追溯这个五旬节的根源 到底在哪 为什么是这个节日 并且我们要从旧约和新约之间 寻找这样的联系 来思想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一年365天当中 没有任何一天 比五旬节这一天 更适合作为赐下圣灵的日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做的 首先我们要来回到旧约的这段经文 来一同思想 五旬节最开始设立的这个背景 五旬节在摩西的律法当中 在旧约 他设立的含义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新约来看 新约的这些旧熟的工作 如何的应验在旧约当中 对五旬节的这种定义 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 五旬节与我们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回到旧约 来看五旬节在旧约的律法当中的规定 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立位纪的这段经文当中 告诉我们五旬节 虽然五旬节这个字没有出现 但是这里面所规定的一个节日就是五旬节 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日历上 如果他们有日历的这个东西的话 他们会有三个重要的节期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 逾越节是发生在犹太人的日历当中的 第一月份正月 正月十四 所以我们刚才读到正月十四的黄昏 这是逾越节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重大的节日就是五旬节 或者在旧约当中叫做七七节 然后第三个重要的叫做祝鹏节 那第二个重要的节日 七七节在西伯来文当中叫做Shabot 这个词指的意思是Shabbat是安息日的意思 就是七的 七这个数字就是Shabbat 那么Shabbat就是七个七的意思 所以中文翻译成叫做七七节 这个节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这个节日的日期的算法 是要从线上出属的庄稼 那一日开始算起要数七个七 要数七个安息日 然后在七个安息日之后的第五十天 那个日子叫做七七节 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词被翻译成五旬节 是因为当犹太人后来把他们的圣经翻译成希腊语的时候 希腊文当中的第五十这个词就是Pentecost Pentecoste 用这个词来翻译七七节 因为这是第五十个日子 所以这个节翻译成英文就是叫做Pentecost 是从希腊文直接生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 然后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五旬 意思就是第五十个日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刚才读到的历位记当中 看到这个五旬节或者七七节的算法 所以我们要做一点这个日历的数学的算数的问题 首先这个节日的一开始 这是余月节开始是在正月十四 尼撒月的第十四号 那这个这一天是一个周五 所以这个在周五的黄昏 这是余月节 这是在我们刚才读到的历位记第二十三章第五节 告诉我们 然后在尼撒月的第十五日 也就是余月节之后的那个日子 也就是周六 是安息日开始了为期七天的无效节 这是第六到第八节 这月的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效节 这是从安息日开始 然后最后一天也是安息日 然后在这个 所以你看到余月节是十四号周五 然后无效节第一天是十五号是周六 然后接下来十六号是安息日的次日 在第十一节 说你们要在安息日的次日 把一捆出属的庄稼带到祭祀那儿 让祭祀摇一摇 那这一天是安息日的次日 也就是周日 我们的周日 是尼撒月的十六号 人们把初熟的庄稼搁上来第一捆 带给祭祀 做姚祭 同时献上番祭 宿祭 奠祭等等 那这一天 在犹太人的惯例当中 被称为叫做初熟节 The Feast of First Fruits 初熟节 就是把初熟的第一个麦穗 放到祭祀那儿 这个麦穗 就是摆在耶和华的面前 它不会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放在那儿 然后从这个初熟节开始算 数七个安息日 也就是第四十九天 然后在第七个安息日之后的那天 也就是第五十天 是一个周日 那一天就是七七节 就是五旬节 在五旬节他们要干嘛呢 在这一天 他们同样要再次献上初熟的庄稼做姚祭 但是这一次献上的初熟的庄稼 初熟的果子 形式上不一样 一开始的那个初熟节 是直接把庄稼砍一捆 摆在耶和华的面前 而在五旬节所献上的初熟的果子 是已经做成的面包 已经做成的饼 这个他们要把麦子磨成 已经收割好的麦子磨成细面 然后并且要加酵母 要把它做成一个发面饼 做两个发面饼 然后带到祭祀面前 这个是五旬节所献上的初熟的果子的样子 所以有两个初熟的果子 一个是在初熟节献上的是没有做成饼的 就是麦子 原来的麦子 然后五旬节所献上的初熟的果子 是已经做成的发酵的饼 所以五旬节所意味着是标志的 这个丰收已经开始了 而且这个丰收已经结出了这个果实 所以五旬节也被称为叫做丰收节 或者叫做收割节 所以读到这儿 你读到圣经历位记 这里面记载五旬节的记载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 听出来这个五旬节是一个 跟农耕农作有关的一个节日 对不对 它是跟种地啊 跟农民有关系的 那这个五旬节 怎么跟上帝的救恩产生关系呢 这是一个种地的人过的节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一个问题 怎么这个五旬节 跟上帝的救赎计划有关系 我们要知道 旧约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这些 节期节日 他们不仅仅是构成了 塑造了以色列民的日历而已 不仅仅是告诉他们 这个时候有这个节 啊这不容易 干了一年的活了 终于能歇歇了 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 有过个节欢快一下 这里面所有的节日 都有着重要的属灵层面的含义 地所出产的庄家 所代表的是上帝的百姓 庄家的成熟 象征着上帝的救赎的工作的实现 上帝的百姓 以色列民就如同上帝的庄家一样 上帝在栽培他们 所以你在圣经当中会听到很多 这种我的百姓是我所栽种的 我把它栽种在这里等等 这些农业的用语吧 然后 庄家的丰收则象征着上帝的百姓 归向耶和华 做他的子民 正式地与上帝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圣约的关系当中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 再去重新看上帝给以色列民的这些节日 你会发现这些节日的安排和上帝拯救以色列民 最后把以色列民带到他的面前 与他们立约的整个过程是呼应的 从逾越节 无效节 一路到五旬节 所代表的这些节日所呈现 所描绘的一幅画面 就是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 一路带领他们来到西乃山 与他们立约 实际上在 所以你看在逾越节什么 宰杀羔羊 庆祝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 然后他们在这一路所庆祝的节日 第一次他们过逾越节就是出埃及 然后第一次他们过无效节就是他们出埃及 第一次他们过五旬节 在拉比的传统当中 是说他们是在西乃山过的五旬节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仔细算这个日子 五旬节是出书节之后的第五十天 而那天是西 在犹太的日历里面是三月六号 西班月六号 在拉比的传统里面说 这一天是上帝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明显现 赐下十戒与他们立约 实际上旧约圣经也有这样的暗示 出埃及第十九章那里面记载 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到的西乃呢 西乃的旷野 以色列人是在出埃及之后第三个月到了西乃 所以五旬节的日子和他们到西乃山的日子是吻合的 上帝借着先知的口 呼吁以色列民在后来的时候 呼吁以色列民回想他们出埃及的过程 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农业上的用语 上帝在耶利米书第二章那里面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 婚姻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 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 我都记得 未曾耕种之地 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 做土产出熟的果子 凡吞吃他的 必算为有罪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注意到圣经先知的口 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是 耶和华出熟的果子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耶和华出熟的果子 不是田野里面的麦穗 不是新摘的葡萄 在耶和华的眼里 出熟的果子是以色列 以色列才是耶和华出熟的果子 换句话说 上帝让以色列民在七七节 在五旬节献上出熟的果子的画面 是为了让他们提醒他们 他们自己是归给耶和华的出熟的果子 是耶和华自己把以色列 从这个世界收割出来 归他自己为圣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五旬节这个看似只是一个农耕的节日 和上帝的救赎的工作是有关的 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 我现在知道了五旬节跟上帝的救赎工作有关 但是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我读了历位记这么一大段 跟圣灵有什么关系 从来没有提到过圣灵 为什么这个事情跟圣灵有关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回答的一个问题 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五旬节跟圣灵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五旬节是一个农耕的节日 那么农耕是代表着庄稼的成熟 代表着生命的丰盛 代表着上帝护理的大能 赐丰富的生命给以色列 那么这就很自然而然地跟圣灵产生了关系 因为什么 因为创世纪第一句话 就是圣灵是那位创造生命的主 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使那个翱翔在空虚混沌之上的圣灵 使那个死寂沉沉的宇宙 能够生发出生命来 因此五旬节作为丰收的节日 表明的是圣灵的工作 在上帝所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 正在正在工作 圣灵正在工作 所以诗人在诗篇104篇那里面说 你发出你的灵 他们便受造 你使地面更换为行 所以他上帝发出 他起初创造的灵的时候 给这个给应许之地的时候 给以色列民的时候 在应许之地就地的出产丰盛 有水流在田间 有野兽在田间奔跑 然后庄稼长得非常的繁茂 这就是圣灵赐福给以色列民的方式 因此我们在今天所宣告的 尼西亚信心当中说 我信圣灵是主 是赐生命者 所以圣灵生发这一切的生命 因此当五旬节 以色列民献上出熟的果子 给耶和华的时候 实际上是圣灵上帝 先赐给以色列民这些东西 以色列人才能够 把这个东西献给上帝 所以是要让以色列民意识到 他们之所以能够献上礼物 但这些礼物本身 不是最重要来讲 不是他们给上帝献礼物 而是他们作为礼物的领受者 他们是圣灵把这生命的大能赐给他们 赐给全地 圣灵先把礼物赐给以色列人 然后以色列人才能够在这些礼物当中 再把礼物献给上帝 五旬节让上帝的百姓意识到 不在乎那栽种的 不在乎那浇灌的 而唯独在乎生发生命 叫万物生长的圣灵 而不但如此 圣灵和五旬节的关系 不仅仅是因为圣灵是创造生命的主 而且也在于救赎 圣灵在整个的出埃及的过程当中 都是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还记得起初 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 在以色列人前面行走的是什么 是云柱 白天有云柱 夜间有火柱 然后抵挡埃及人 当埃及人追过来的时候 这云柱火柱转回去 然后抵挡埃及的追兵等等 所以这个云柱跟火柱的形象 在圣经当中就是圣灵显现的形象 当然在这里面 我是在给大家一个结论 我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论证的过程放进去 但是我需要你们相信我 这的确是圣经神学里面的一个结论 就是云烟和火焰的形象 是圣灵彰显的形象 而先知以赛亚在回顾出埃及的时候 也确认了这一点 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 说上帝在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把他的灵降在他们中间 因此出埃及是一次上帝新的创造 从死亡 从罪恶和死亡的黑暗当中 再次创造生命的一个过程 把以色列民 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为怒之家 把那个死亡的铁路当中拯救出来 让他们再应许之地 重新地重获新生的一个过程 因此圣灵拯救以色列脱离灭亡 脱离埃及和他的偶像崇拜 一路引领上帝的百姓到西乃山 把律法赐给他们 与他们立约 把他们造成耶和华的子民 因此五旬节所让以色列民想到的是 圣灵把以色列作为出属的果子 这一路从埃及带来 献在耶和华的圣山之上 OK 现在你们能明白这个画面了吗 五旬节所象征的是 圣灵把以色列如同上帝的 出属的果子 从埃及收割出来 然后一路带到耶和华的圣山之上 献给耶和华 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这就是五旬节 当我们读到历位纪这些话的时候 表面上看起来只是这些 关于农耕的这些节日 实际上有着非常丰富的 属灵的含义 旧约的五旬节 已经在向旧约的百姓宣讲着上帝的旧恩 宣讲着圣灵带给以色列的旧恩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是 这个旧约当中的五旬节 或者七七节 怎么到底跑到新约当中 就成为了《使徒行传》里面 所记载的五旬节圣灵浇灌 要想明白这一点 我们就还是需要回到整个新约 所成就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旧恩 对旧约的这些预表的应验的工作 我们知道旧约所记录的这一切 都是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表和影像 为新约的旧恩做准备 我们在圣经各处都看到 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逾越节的羊羔 保罗说 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宰杀了 他指的是耶稣基督 福音说的作者告诉我们 耶稣被钉十字架 恰恰就在逾越节宰杀羊羔的时候 所以你再回顾到立位纪第23章 首先逾越节 耶稣被宰杀 然后接下来 耶稣在坟墓里度过了 无效节的第一个安息日 这是什么意思 这表明着借着他的死 他除去了上帝的百姓当中 一切不洁净的教 一切的罪恶 一切的误会是借着他埋在坟墓里面 的死亡所处去的 他背负了他百姓一切的罪 然后接下来 在安息日 的次日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日 周日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而那一天是什么 那一天就是初熟节 那一天是以色列人把 河场上第一捆麦子 搁下来 来带到圣殿 献给耶和华的日子 献上初熟果子的日子 而在那一天 耶稣从死里复活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保罗说 耶稣基督 是初熟的果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谈到复活 整个第十五章都在谈复活 然后保罗说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 初熟的果子 个人要按照次序复活 而初熟的果子 是基督 保罗在说什么 保罗在说 复活的次序 保罗在说 上帝的庄家成熟 上帝的庄家指的什么 上帝的庄家指的就是 上帝的百姓 他们将来要复活 庄家熟了的意思就是 那个上帝的百姓 要复活的日子要到了 而在这场复活的丰收当中 第一捆被割下来的 丰收的庄家是耶稣 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 上帝的救赎计划 就是复活 而耶稣是整个 复活丰收当中 出熟的果子 而耶稣的复活 也是借着圣灵的大能 因此保罗在罗马书 第一章第四节说 耶稣是靠着 按照圣善的灵说 他是从死里复活 按照圣善灵说 那里面翻译的不是特别准确 比较好的翻译是 耶稣是靠着那位圣善的灵的大能 从死里复活的 而出熟的果子如何 整个庄家也如何 你割下来的第一捆 是麦子 整个庄家都是麦子 对不对 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那么意味着一切属于基督的人 也都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 所以保罗说 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然后接下来下一句 保罗说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复活的是那些属于基督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要选择在五旬节这一天 把他的圣灵浇灌给他新约的教会 因为五旬节是丰收的日子 五旬节是庄家熟了的日子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 你们看时候还早 但是我看到庄家已经熟了 耶稣看到的是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 把福音 借着圣灵 圣灵的大能把福音传讲出去之后 圣灵开始收割他的庄家 就像起初圣灵收割 从埃及把以色列收割出来 带领他们一路来到上帝的圣山 把以色列献给耶稣华一样 同样在新约在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从天降下来 交换给使徒们 然后他们开始用各国的方言 开始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 圣灵开始收割他的百姓 三千人信主 那一天三千人信主 然后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把自己当作是礼物献给上帝 因此使徒行传所描绘的 就是这复活的丰收的第一步 圣灵来 那个曾经触碰着空虚混沌 使那空虚混沌能够绽放生命的圣灵 在那一天也降临在那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的灵魂里 使他们的灵魂复苏 使他们能够产生信心 能够来到那位次生命的主面前 他们复活了 就像应验了先知以西节的话 当耶和华的福音 像那个枯干的骨头宣讲的时候 那些枯骨开始长出肉来 然后开始包上筋 然后站立起来 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恐怖电影 但是不过 但是这个是生命的大能 那个是出来的不是活死人 而是真正的复活的生命 而弟兄姐妹们 这个圣灵所带来的复活 带来这场丰收 是两个阶段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 给我们呈现了这个画面 他说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如果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复活过来 保罗在说什么 保罗在告诉我们 这个圣灵所带来的复活 有这两个大的步骤 有这两步 第一步是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那使耶稣复活的灵 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灵魂从死里复活 这是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保罗说 如果这个复活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接下来另外一步的复活 就是接下来 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个住在你们心里的复活的灵 要把你们的身体也复活出来 所以那是 那个最完美的身体复活的时候 那是圣灵最伟大的丰收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 前面耶稣是初熟的果子 第一个复活初熟的麦子 在初熟节奉献给上帝 然后在五旬节 也是被称为初熟的果子 但是是被完成的 被磨成面的 这些庄稼收割出来 已经被磨好了 然后被做成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饼献给上帝 这是教会 但是这些初熟的果子 所预表的是将来 在五旬节之后 会有那个完全的丰收 那个完全的丰收 是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复活 今天圣灵的丰收 依旧在继续 两千年前 从五旬节开始 圣灵就继续在教会里 借着圣道的宣讲 借着圣礼的诗行 在每一代人中间 收割他的庄稼 如今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被圣灵引导的 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 而是来到了西安山 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刻在石板上的旧约 而是刻在我们 新板上的新约 圣灵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 印上了他的印记 使我们归给耶和华为圣 成为上帝的产业 并且这位圣灵亲自 做上帝的救恩的凭据 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因此我们在基督里 也被称为是初熟的果子 我们所盼望的是 上帝的庄稼 完全丰收的日子 就是等到得救的人数满了 我们的救主再来的时候 他要把天上的地上的 一切所有的万物 都归他为圣 我们必朽坏的身体 将来在那一天要复活 要披戴不朽坏 要披戴完全永恒的 属灵的身体 因为从肉身所生的 就是肉身 从灵所生的才是灵 到了那一天 整个的受造界 要进入到那个永恒的 荣耀的复活的国度 就是圣灵的国度 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 耶稣要选择在五旬节这一天 把他的圣灵浇灌下来 这一天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我希望今天借着 我们对圣经的查考 借着这段的讲道和经文 你们能够明白 耶稣在五旬节这一天 把圣灵浇灌给教会的重要的含义 我们看到了 这个五旬节在旧约当中的根源 来自于这样一个丰收的节日 我们看到了 在这一年365天当中 没有任何一天 能够比五旬节更适合 把圣灵赐给他的教会 因为在这一天 那位赐圣灵的圣灵 带来复活的大丰收 也让我们继续地 翘首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等候这场丰收完全的日子 阿们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今天借着 这段的经文 来教我们再次的思想 你所关注的 不是这地上的丰收 不是这地上的繁荣 而是你的百姓 能够真正地享受 那复活的生命 我们也看到在2000年前 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从高天之上 浇灌圣灵给你的教会 带来复活的开始 主要我们也祈求你 继续在这个世代 将你的圣灵浇灌 给你的教会 继续在这个世代 收割属你名的百姓 我们盼望着 我们的救主再来的日子 等那一天 我们的身体要复活 我们要进入到 永恒的国度当中 祝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继续用你的灵 来带领你的教会 我们这样的祈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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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